今個星期一 我們報導過九龍城普仁小學 因為遭欠一位學生 面臨收生不足的問題 可能要面對殺校的命運 校方隨即申請特別試學 雖然用這個方法 逃過殺校的成功率不高 但總算是一個希望 誰知校方收到一個 晴天霹靂的消息 在五月初的時候 學校收到五月十五日至十九日 會有試學官來試學 約見十五日會面的同班學團體 之後班學團體和校長 當日到了 只是一個官員接觸他們 就說我們不批理試學了 就沒有正式公司說 什麼原因不批准 有相關的官員簽署確認 我們覺得很奇怪和很無奈 對我們學校一班團隊的老師 校長是否很不公道呢 校方和家長為求一式尚傳 他們知道今天教育局局長 會在黃大仙出席活動 所以一早來到請願 希望和局長對話 其實有一班家長 知道今天蔡局長 會來這裡參與一個活動 他們很希望自己親自 和蔡局長說回他們有需要的問題 為何要這麼喜歡在博人學校裡 為何要這麼無情去剝削了 我們那班小朋友學習的機會 他們也知道我們有這樣的訴求 但都沒有出來接我們的信 沒有去回見家長 所以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將來會是怎樣 我們就事件去信教育局 不過截稿之前仍然未有回覆 而今次參加請願的家長 就說對局方感到失望 覺得很無奈 沒有正面回應到我們 到最後局長就是 駕駛車就走了 我們等了整天 我兩個SEN的小朋友 讀這間學校 真是沒有了他們不行 你要在香港找到一間主流小學 可以包容這些學生 又懂得教這些學生 又會接受他們 會幫助他們改善這些問題 不多 來年少欠一個學生 收心不夠 你就說一都要切就要殺校了 那我們這班SEN的小朋友 要怎麼辦 希望他會有著情權 給我一半 來年少的小朋友 更多誠一半